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建造業技術之中 看折是最直接與火油關係 亦是影響建築物穩固程度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鋼筋結構、工字鐵、甚至面板材料、管道連接等等 都是要靠焊接技術將原本分離的材料融合一齊 達到鞏固、鏈接和資生的功效 焊接的技術是何時出現的呢? 它的應用又是怎樣的呢? 金屬焊接的歷史追溯到幾千年 古時鐵像工人採用高熱制的方法 進行焊接和接駁,可以稱之為斷行 到現今發展到各式各領的焊接工藝 其實很廣反應用各種焊接 例如橋樑建造、鋼結構工程 發電廠設施、船隻、車輛 甚至家用的儲具 焊接可以分為多少類型呢? 不同的類型使用甚麼工具和用在甚麼地方呢? 其實焊接可以分為手工電壺刊 雅壺刊、半自動、前壺刊 和養月缺設角或者焊接 何謂手工電壺刊呢? 手工電壺刊的設備比較簡單 操作方面我們只需要根本焊調的方法 雅壺刊會利用瓦氣保護刊 還要用雙手來焊接 而半自動要利用連續不斷的刊絲 最難焊接 潛壺刊是屬於自動刊的一種 利用機械操作 在焊接過程中沒有糊光產生 所以我們稱為潛壺刊 而養月缺焊接會採用氧氣和養月缺 兩種氣體混合產生高溫來焊接 這種方法很適合薄格金屬和有色金屬 漢接的方式不同 那它的接合位處理方式是否都不同 其實漢接手可以分為五大類 有對折、割折、端折、踏折和梯折 漢接的程序是怎樣的呢? 其實要根據工程的要求 制定一個漢接程序書 我們簡稱WPS 內容包括漢接方法、工藝參數 以及漢接的設備 甚至乎武材的級別 層間的溫度 以及還有漢後的熱處理 漢接完成後 還要清理漢件和進行檢測 漢接的時候 所用到的鋼材各有特色 它們的用途是甚麼呢? 鋼材可以分為低碳鋼、中碳鋼、高碳鋼 以碳鋼為例 含碳量越高 可看性越差 在香港工程上用的鋼材 有工智莊、橋樑、管道 跟其他建造業工人一樣 進行漢接的時候 安全措施十分重要 如果不小心發生意外 還會引起電擊、火警、甚至爆炸等狀況 危害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後果相當嚴重 在漢接的現場環境 要注意有良好的通風系統 將漢接時候產生的煙霧和氣體排走 防止吸入有害的氣體 也可以避免依然物質積聚引致爆炸 另外也不能在潮濕地面進行刊接的作業 以免人質觸電 任何時間都要準備滅火桶裝置以防萬一 至於個人的防備方面 除了安全鞋和安全帽之外 合規格的護目鏡和面罩 可以避免有害的弧光傷害 同時防止刺激的溶渣、傷害眼睛 合式規格的口罩 可以避免吸入金屬燃燒的時候發出的有害氣體 身上就要穿良好的絕緣衣物 例如皮維菌、皮手套達到抗火的效果 手工電話行技術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以人手全面操作 著重操作者手藝穩定性 而行肢需要不停更活並重生起活 對行官的耐性要求高 但應設備成功夠大 適合不同場地操作 所以應用不好看 現在準備示範的是 利用手工電護看技術 利用刊枝焗爐預熱刊枝 用E7016低興刊條 將公字鐵接駁刊接 作業的程序首先 利用養月缺氣將公字鐵切割 將切割的坯口打磨乾淨 將公字鐵水平方G 而坯口相隔約4mm 在焊接過程中 要注意四大要素 包括 焊接電流 焊接速度 焊接角度 焊接距離 因為焊接不同性質的金屬 都有不同的產素 手工電護看是一種常見的 焊接技術 焊接設備 分別由直流電護 焊接機 和交流電焊機 焊接機 在兩端 作定位點焊 利用橫焊的技術 是單變斜口 作第一道完全滲透的焊接 焊接機 優點是可以轉換正腹擊 符合焊接較薄的弓件 或非節金屬 容易起弧 電壺較穩定 缺點是 較易引起偏弧現象 焊接前 需要利用焊爐 將焊條保溫 機件構造複雜 保養昂貴 完成底層後 利用釘錘 鋼絲刷 清潔焊道 之後再用橫焊推積技術 按照圖示進行第二層 和後續層的焊道焊接 交流電焊機 不互引起偏弧現象 適合較後的弓件 成本較低故障較少 缺點是 不可以轉換正腹擊 起乎欠理想 焊接常用的焊條 分別為E-6013氧化貸焊條 E-7016低輕型 和E-6011纖維素型 E-6013氧化貸焊條 使用最廣泛 操作容易 適合全圍置焊接 焊逢金屬 有良好的機械性能 適用於普通的焊接工作 E-7016低輕型焊條 更強機械性能 使用交流電源時 要求高開路的電壓70V 適用於中等至高拉力的鋼材 使用前 需要利用焗爐將焊條保溫 E-6011纖維素型焊條 強大滲透效能 焊渣稀少 適合下向快速焊接 多用於管道焊接 及滲透焊塵 其實焊接的成功與失敗 是否就是看兩件金屬 有否成功接駁在一起 當然不是 焊接這科是講求標準的工藝 所以一件工件成功與失敗 要視乎符合工程的收復要求 總括來說 我們要通過NDT無損探箱 及DT破壞性檢測 在香港主流的檢測方法 有目視檢測 液體滲透檢測 磁粉檢測 超聲波檢測 及X光射線檢測 透過不同的檢測方法 可以找出焊接產生的缺陷 包括外部缺陷 和內部缺陷 例如蟑螂、咬邊、可扭、氣洞 用鐵不良、甚至獵紋 用肉眼仔細檢測 表面外觀有沒有缺陷 檢驗多用在外觀的刊件 初步檢測 刊測外的缺陷 這種方法傳憑個人經驗 檢查刊縫 完成後的外觀性型 包括武材上任何破損的修補 刊接完成後作顯影測試 首先做VT目視檢測 然後再做PT液體滲透 手工店湖寒的應用廣泛 是因為所需要的技術比較精簡 但是很靠操作者的技術 而且漢條需要不斷更換 自然對持續性的技術有很高的要求 這就是手工店湖寒的徵站所作 C pour零廢 NHQ C H